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着我们的手机 我们的电脑 甚至于我们的平板 这3C的产品基本上就是让我们的眼睛一直在用眼的过渡的年代 尤其是在这个疫情期间 大家可能在家工作的上班族 或者是在小朋友上网课 大家都无时无刻的在对着电脑 平板 还有就是我们的手机 所以有一项研究指出 基本上我们人类就是目前为止的现代人 我们所谓的现代人 一天大概有9个小时 9个小时在面对着这些3C的产品 你想想9个小时 一天我们只有24个小时 24个小时我们再剪掉8个小时 我们睡觉 我们没有看这个3C这个产品 基本上一半以上的时间我们都在对着这些产品 你说我们的眼睛会不会真的是一个过渡用的一个情况 是啊 眼睛真的是很重要的 眼睛是我们灵魂的疾瘡 眼睛是人体很重要的一个器官 如果我们没有了它 你看这个世界 看不到这个世界就变得黑暗了 嗯 也看不到内门的色彩 你觉得人生有希望吗 肯定是没希望 而且我们的眼睛真的是很累很累的 因为为什么我们每天是要眨眼睛 是2.4万去到2.8万一天眨眼 你说我们的眼睛累不累 哇 我听到都累哦 2.4 我们不说2.8 我们就说2.4万次是多么的累 就是说你看我们两个人在沟通的这个环节 你就会看到我的眼睛一直在眨 你的眼睛也一直在眨 所以我们的眼睛 真的可能就是最累的一个器官 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去保护它 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用多的东西它很快就会坏掉 就好像我们的眼睛 我们一睡觉起身一开眼 我们的眼睛就一直在工作 对吗 就一直在工作 所以要怎样保护我们的眼睛 让它不这么快的老化或者是退化呢 然后呢通常呢我们在用我们的眼睛 过度的这个情况下 我们的眼睛会出现一些怎么样 怎样的不舒服的一个状况呢 就好比如说眼睛有时候会很干涩 就是比较干 然后而且有时候呢就是熬夜 然后失眠 眼睛周围的五种 还有就是眼睛过度疲劳 还有就是视力下降 黑眼圈 曾经我听了你说一大堆 就是我们的眼睛不舒服的一些表现 我自己好像有几项呢 就好像黑眼圈啊 视力下降啊 然后眼睛疲劳啊 所以在线的朋友们 刚才陈琴已经跟大家分享了 几项好像是 二四六 六六六项眼睛不舒服的一些状况 我不知道大家又中了多少项 所以呢 我们真的真的要好好的保护 和爱护我们的眼睛 那我又想要问陈琴 我们我想你跟线上的伙伴分享 我们要怎样爱护我们的灵魂之窗 我们可以从日常生活中做好我们的明目 我们可以从日常生活中做好我们的明目 就好比说现在疫情嘛 我们都关在家里嘛 都没有去旅行啊什么啊 就是我们早上起来比如说去高楼的旅 你可以在阳台那边 就是好比我自己就是早上起来在阳台那边 就要望远远 望远远望一下望一下眼睛也变得舒服了 然后可以尽量减少对我们的手机 然后还有就是电脑啊 就是说三星产品尽量少用 也可以合理的上食 就是说我们吃的东西 就比如说好比说胡萝卜啊 就是猪肝啊 生产油啊 三星啊 蔬菜啊 筋果等等 它都可以把握我们的眼睛 然后还有就是合理的护理 就是我们眼睛啊 眼球那边可以做运动啊 按摩 搓热 还有合理的就是护理我们的眼部 眼部就是 外乐护影 好听了澄清的分享 我就马上想到呢 我们要保护我们的这个 灵魂之窗呢 基本上我们真的就要从 就好像我们的养生 必须从我们的日常生活开始 就是当然第一个就是要合理的用眼睛 我们就不要让我们的眼睛过度的使用 就是看电脑的时候啊 看平板的时候 或者看手机 不要太长的时间 20分钟就要给眼睛休息一下 然后呢 还有就是在我们的饮食上下功夫 吃一些我们眼睛需要的一些营养素 就好像胡萝卜素啊 还有就是深海鱼油等等 然后呢 还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做我们的眼睛护理呢 就是时常让我们的眼睛做运动 眼球运动 还有就是按摩我们的眼睛 如果可以的话呢 陈琴也让大家知道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们要做我们的眼部护理 然后我马上就想到了我们这个蒸气眼罩 所以呢陈琴你可以不可以跟大家分享 无限级的这个蒸气眼罩呢 到底怎么样起到的一个功效呢 我们无限级的蒸气眼罩呢 它就是有一种就是自方的控温技术 还可以生成出温温细微的蒸气 它可以缓解我们的就是眼睛的疲劳 看护眼部这边的肌肉 然后保护我们的视力 帮助我们的睡眠多 还有很多功效 OK陈琴那我想问一下 我们这款眼罩呢 基本上呢 已经在市场上呢 大概就是两个月的时间嘛 对不对 两个月的时间 你用了过后 有什么样的一些感想 或者是见证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本身 我本身自己的眼睛 是有近视眼 还有闪光 还有这一年下来啊 可能是年龄的问题啊 就是都有 开始就是说眼睛开始 有点老花了 都老花了 然后呢 而且跟我的工作都有很大的关系的 我经常对着手机做工 而且还有熬夜 还有就是 睡眠 就是熬夜嘛 虽然我们用这个眼罩的时间是不长的 但是我的眼睛啊 已经改善了好多好多了 现在呢 都可以 我以前呢不能开夜车的 我现在可以开夜车了 开车 晚上都可以开了 然后眼睛的眼泪那么干 我眼睛啊 本来很干了 经常会用手啊 一直戳的 现在我也没有 没有不时不时去戳它了 也就是 看到东西啊 现在也没有那么模糊 还感觉到自己的皮肤啊 这边的周围的皮肤啊 变得很好 对不对 对不对 就是现在睡眠啊 睡到的效果也很好 比以前睡眠睡得更好 还有我身边的朋友的见证呢 就是我那个 就是 周边的朋友就是 有一个越南朋友啊 他拿去越南他的 他的 他的 效果呢 很明显 因为他是近视眼 他严重的近视眼 他就讲一远的东西啊 他是 看不清的 比如说他会这里 看不清一个人 他都看不清楚的那种 嗯 他比较严重的 然后呢 他现在一段时间呢 他跟我讲 姐姐 一种 我的眼睛啊 现在啊 已经啊 还看得很好了 怎么 不会说以前太远的 都会看不到 泪 泪不出一个人 现在还不过都可以泪到我 而且他的眼睛呢 就是经常会流眼泪 嗯 流眼泪 不时不时就会流眼泪 现在啊 他讲这种情况啊 就是流眼泪的趣速啊 全部减少了 嗯 而且他的老公也一样 近视眼 他说现在很舒服 他们每天两个膜 一天都有最少用一片 哦 很好的 他们讲效果都很好的 哇 所以呢 就用了这个眼罩过后呢 不只是你自己本身 因为产品好嘛 所以你也介绍给你的朋友呢 他们用过后效果也很棒 就说就好像说 他的近视 好像眼睛的那个视力下降开始 没有恶化对吗 会越来越差嘛 对不对 然后第二点呢 眼睛本来是一直会 可能环境改变 或者是空气污染啊 他们就会有眼泪的一个状况 然后现在也大大的减少 对吧 对 对 对呢 在讲到我们这一款产品呢 很多时候呢 我们也要让大家知道 怎么样去选择 因为我相信哦 市面上有很多很多的眼罩 OK 所以在选择眼罩的时候呢 我们必须注意以下这几点哦 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哦 所以呢我们第一个呢 我们我们要我们要注意的 基本上呢 就是我们的那个技术哦 就是在用在选择眼罩的时候呢 我会呼吁大家呢 都必须要找安全的 因为这个眼罩哦 它是会发热的OK 所以我们要找一些那个技术是很先进的 能够呢 均衡的去发热 这样就不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了 如果大家想想这个技术上哦 他做不到的话呢 他可能就是做第一片你用的时候 是非常热的 第二片他就非常的不热 如果这样不均衡的一个情况下呢 我相信这个技术呢 大家就千万不要写这么样的眼罩 而无限级这一款眼罩呢 基本上呢 在技术上呢 它就能够均衡的去发热 大概就是41度左右 这41度的左右呢 基本上呢 就是能够让大家 在好好地 舒缓我们眼睛的那个疲劳 然后注尽我们的血液循环 那么第二点呢 大家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的材质 就是那个材质 就是the quality 在材质方面呢 当然我们就要寻找的就是柔软 不会伤害我们皮肤的 第三的当然就是它的湿剂 就是它容易被携带 我们在哪一 什么时候什么时间点 都能够用上它 OK 然后除此以外呢 可以跟大家分享呢 我们无限级这个蒸气眼罩呢 第一呢它的功效 除了在发热过后 注尽血液循环 然后呢舒缓我们的疲劳 然后同一时间呢 它是一个蒸气的眼罩 这蒸气的眼罩呢 能够释放的蒸气 能够滋润我们的眼睛 包括我们眼睛四周的皮肤 所以为什么陈勤刚才跟大家分享呢 他用了这个两个月我们这个眼罩过 他发现到他眼睛四周围的眼那个皮肤呢 都比较滋润了 就是比较变好了 OK 同一时间呢也起到一个安眠的一个功效呢 其实因为呢我们的这个蒸气眼罩能够发出淡淡的清香味 能够舒缓大家的情绪 所以尤其是在睡眠不好的人 如果你们在要睡觉前呢 敷了我们这个20分钟我们这个眼罩呢 相信呢都能够协助到大家呢 改善他的那个睡眠质量 OK 所以呢 接着下来呢 我很想听一下大家的就是 我们先 因为我说到我们的眼罩这么好 我们相信如果还没用上的伙伴们 想要了解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用法 所以呢 陈勤你可以不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这个眼罩是怎么样的 简单一二三的教大家怎么用我们这个眼罩 可以 我现在要邀请我的伙伴出来 我做个示范给大家看一下 好 来 有请你的模特儿 对 我的模特儿 我现场哦 现在要做示范给大家看 来 说起来 来 现在啊 我们这个眼罩呢 我们就是这样子撕开 撕开过后呢 他就开始就开始生歪了你知道吗 对 所以你们撕开过后呢 又马上就是又开始越了 然后呢 你看一下这个有一个切口处 这切口处就朝下 然后这个有一个白色的 我们外观是这个蓝色的 就是白色的已经固在里面 这样子固在里面 然后我们这个 挂在卡多上面 这样子挂上去 这样挂上去 然后啊 大概就是这样子挂在那边啊 他把上去挂那里 大概20分钟 20分钟你就取下来了 啊 如果晚上睡觉就没必要取下来 我自己都没有取下来 啊 这样子就这样子可以 OK 所以我们的眼罩基本上真的很简单 123的这样简单的步骤 大家都可以随时随地的去使用 好了 我们就请你的模特到旁边 慢慢的享受他这20分钟的眼睛的那个SPA 好不好 OK 来澄清我们继续的就是跟我线上的伙伴交流 OK 其实呢我们的眼罩呢 我听我在市场上听到一些回馈呢 他不只可以帮帮我们保护我们的眼罩眼睛 就是帮我们护眼 听说他还有其他的功效哦 有 有 因为他可以护在我们的这个颈部 就是 就是 就是这里的颈部 可以护在这里的颈部 也可以护在我们的膝盖 膝盖这里 因为现在有很多老人家 就好比我爸嘛 老人家都 经常都膝盖痛嘛 OK 他这样子护上去然后烧烧的 我 他们自己很舒服 我就买给我老爸愿 我老爸就这样哇 那贴上去哦 烧烧的很舒服 又很方便 因为他就一撕开一贴上去 他这样就 烧烧的 非常舒服 所以 好比我昨晚我自己本身 我就眼睛呼一片 然后就这里呼一片 就躺下去睡觉了 很舒服的 听你这么多 颈部这里 颈部这里 OK 听你这么样分享哦 我感觉到我们这个眼罩 原来他不只是眼罩 他是万人的哦 OK 其实只要你觉得 不舒服 就好像我们颈部这边 很多时候 因为我们 一个 我们的姿势 不对吧 所以呢很多时候 他就会 不舒服 或者是有一些 好像血液循环不好 所以当你有空的时候 就好像陈琴说 晚上睡觉的时候 把它敷上去呢 基本上他也可以 帮我们 加强那个血液循环 所以就能够 改善我们的那个不舒服 对吧 OK 好了 对对对 听了陈琴这样的一个分享 陈琴我想问一下 这款产品 有没有让你去接触到一个 另外一群的新伙伴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一款产品 你只要一撕就能够体验 就好像刚才你的模特儿 你的伙伴 一打开就可以马上的去体验 就好像如果我在上班 我觉得眼睛很累 我可以在午休的时候 也用20分钟来体验这一款产品 所以这个体验型的产品 能够不能够帮你接触到一些新顾客 有的 有的 因为我这边 我就是比如说 我朋友来啊 我就送给他去体验 送一片给他体验 送一片给他体验的时候 好比就是那个 上一次我们店里 就是几个朋友在那边聊天 我就一来送一片给他去体验 体验过后呢 就是每个都给我 给我买的那些产品 买了我就店里就算纸盒 就拿给他 后面比那天马上要去公司拿回来 其中就是 有一个就是越南的朋友 他呢 从来没有运过我的产品 从来没有运过 然后呢 他就 我送给他一片的时候 他就说姐姐姐 我可以 我买纸盒 然后拿回家 他运的时候他就很好 后来又打电话跟我讲 我就觉得 我可以卖你的产品吧 嗯 我说可以啊 他就讲 我要卖你的产品 我说好啊 我说这个就是一个 呃 卖卖 就是他就讲他要卖咯 那也是好事来的嘛 因为真 因为这款产品 他前几天 还来我的工作师 呃 就是说 我就跟他介绍我的护肤品 嗯 他现在啊 把我的护肤品就是 无痕的 嗯 我介绍给他 因为我说你把自己的脸 定好了 嗯 然后你还可以卖这个护肤品 嗯 所以他就 拿了一套护肤品出去 就是经验无痕了 还加上冷冻 还买了我们的防晒酸 就整套家 拿一套去了 嗯 所以这个新的产品 这个产品啊 可以帮我们带动 其他的产品 可以带动 带动我们的 其他的产品 他体验过后 他就讲很好 哦 OK 所以听你这么分享哦 我们这款产品 他不只好用哦 最重要就是 当顾客体验了过后 本来你之前介绍他美容品 他没信心嘛 对不对 我又觉得哇 你的美容品这么贵 要我买 可能就是 对 要几百块 既然你现在给我体验一片哦 你是送他一片用哦 不是一盒哦 不是 一片一片 哈哈 送他一片 你看啊 陈勤说 他用一片哦 然后接着下来 因为好嘛 感觉不错 然后他就有过来再买一盒 还是两盒 他不只 他那四盒去 哇 他直接他讲 很讨厌 他直接拿四盒 我看啊 他就因为你让他体验一片 他就拿了四盒 OK 拿了四盒 当他对我们的产品有信心了过后呢 他就前几天就来整套的那个静岩无痕 就拿回家用了对吗 对对对 拿了一套静岩无痕 所以我们这一款 所以我们这一款体验型的产品呢 就基本上呢 可以让大家去吸引一般新的伙伴 来体验过后呢 然后就来购买就是或者是开始来用我们的产品 陈青你可以不可以跟线上的伙伴分享一下 你通常啦 你把这款产品 送出去就好像你分享出去给你的朋友 试用 通常你觉得多少巴仙的人会回来跟你买一盒 或者是两盒 我分享出去到现在啦 分享出去我就是给他们体验 我现在这样子分享应该有80%到90% 都有回来 哇 大家要听清楚啊 用一片 我忽然间想到一个词 陈青就是有舍必有得 对吗 好像你一开始产品好 自己用的非常好 非常喜欢这款产品 所以你就跟身边的好朋友分享 OK 当你跟好朋友分享的时候呢 大家就80到90% 我们不要说100% 80到90%的朋友都会回来 就是 来购买 OK 不管是一盒 两盒 甚至于三盒 四盒 OK 我们这款这么棒的产品呢 真的是不只能够帮你保护你的眼睛 最重要的 还是能够跟你开发新的 去接触新的一般的伙伴 对吗 让更多的人来了解 对 无限级的产品 因为我们无限级不只是有眼罩 对不对 对 我们无限级太多产品 对了 我们有保健品 然后我们也有 就是 护护品 就好像陈青刚才就跟大家分享了 他就是通过我们这个眼罩 吸引到其他的伙伴 让新朋友来用我们的那个护肤饼 因为对产品有信心了 就有信心用其他的产品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体验型产品 进了陈青这么棒的分享 我想在线的朋友 如果你们还没试用过我们这个蒸汽眼罩 真的真的要快快的打电话到公司去订购 希望大家把这么好的产品 带回家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让你的朋友都有一双迷零的眼睛 我的分享到这里 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 拥有明亮的眼睛 谢谢大家 好的 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结束 祝福大家晚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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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